和典磯 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你看到不同的校長、不同的學校 其實期待了甚麼學生呢? 我每年都很開心 學生的成績很好 其中有一些好像狀元女或小孩 全部學校都會去收入他們 那些學生會是甚麼特色呢? 我見到他們都是很有自信 當然他們在我的歌曲時已經學了一年 他們是由之前才剛才學習 然後他們上課的時候 由他們不懂得說話到面試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自己可以回答自己的問題 他們連隔壁的小朋友 老師問他們問題 隔壁的小朋友不懂得回答 他們都會幫隔壁的小朋友回答 他們就是這個類型質素的小朋友 但是不是每一間學校都喜歡小朋友 這麼多話說或者會走來走去 所以我們就要迎合那間學校的期望 譬如有些學校是喜歡得親自多一些的 我之前就會告訴家長 這間學校就希望爸爸和小朋友多點互動 你記住答問題的時候 你會在老師面前和小朋友 會教小朋友說你又可以這樣做這樣做 讓親自的關係表露出來 有些學校就不會的 他在面試的時候說明 是完全不想家長去幫忙的 他要看到的是小朋友的能力 那方面家長就不應該出聲了 那些學校應該做些甚麼呢 我面試班的時候都會和家長分享 那邊有些學校比較困難的 就是面試的技巧 他就是不准家長陪同 要小朋友自己進去 那些學校就很講究小朋友 有沒有這個獨立的學習能力 還是會很依附著父母 沒有辦法離開父母 一定要黏著這樣 那這一方面都是在面試班的時候 都希望告訴家長 小朋友在他獨立的學習能力 在哪個方面可以幫到他 這樣吧